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美国时间其实现在已经在开票咯 我们已经进入到川赫的最终战 希望啦明天中午 我们能够拿到最后大选的结果 当然现在并不确定 只是市场官网的气氛浓厚之外 也有人开始陆续压保 这两天台股的表现其实还不错 今天涨了100多点 而且今天上涨的加速 是优于下跌的加速 显见大家对于总统大选后 这个情势不确定性 拿开以后 能够继续所谓的上涨行情也好 做梦行情也好 还是比较乐观期待的 那至于因为明天就有结果了 我们今天该怎么看 无论谁当选都会好的 这种没有错吧 今天来宾各个有备而来 来欢迎第一位国泰正旗的蔡明翰 明翰经理 明翰经理上个礼拜来 是不是就已经跟大家讲得好清楚 其实川普以前就当过总统了嘛 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 然后通宏确实有增温 但是美国的股市 美国的经济 并没有因此而衰败 甚至中美贸易战 台湾还是受惠者哦 所以这一次 不管是川普或是贺锦丽 其实对台股来说 选后应该是涨向的状况会比较好 所以是可以稍微乐观期待的 当然陆陆续续 现在不管是第三季的季报或是十月的营收都开出来了 今天鸿海营收开出来哦 很厉害哦 十月进入到电子比较淡的月份了 但鸿海年月双增史上第二高 等一下好好帮您解读十月营收的黑马股还有哪一些哦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黄金右下角选股教练 维泰 维泰今天背负了很多散户投资人的期待哦 因为他会告诉您 这段时间外资哦 例如说空单水位一直在四万口 现货也没有大买是比较稠储的 可是内资投信和观股是持续在买 但有一个现象 大家看到联电 好 现在是土洋队做外资一直卖 投信一直买股价一直跌 有联电的受益人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等一下维泰会来做解读 那另外投信一直卖 例如金像店台光店这种龙头厂 哎 股价不跌了 那是不是有止跌反转的契机 不用急着砍呢 等一下维泰细细说分明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筹码专家全镇小哥 大家今天一定有看到盘面上 前十分钟立刻全部亮灯什么 就是机器人哦 因为东京要办一个所谓的工具机大展 非常的盛大哦 工具机其实就跟机器人产业息息相关 日股路股美股的机器人股都有涨 那台股的机器人是不是要卷土重来 从筹码上来看 确实如此 而且独家告诉您 黄仁勋下个礼拜也要去东京哦 好再来就是美超维概念 杀爆了 好但是小哥告诉您哦 美超维的暴跌甚至有可能下市危机 影响到的是某一种商品 至于跟美超维相关的概念股大户 反而在抄底到底为什么呢 好首先有请明翰经理 好最终占了 再过24小时 我们应该可以拿到结果 但是台股这两天哦 是相对算强 相对是有点压宝说 只要这个总统大选落幕 台股应该是上涨的几率居多 好像有这样的味道 那当然石月宁说现在才5号 你已经发现其实还不错 尤其鸿海今天脚输了漂亮成绩单 对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最近盘面看起来投资人真的有比较理性 那这指数来讲就是震荡整理 那刚刚提到这个目前比较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两方的候选人 其实真的是非常焦灼 那应该说这个川普的一个部分来讲 他铁票219 那这个贺锦丽226差距不大 但问题是摇摆州的部分来讲有93票 所以重点就是摇摆州到底在哪一方获胜 那理论上只要拿到270票 就是就是得是过了这关卡 就可以确认是这个总统 那刚刚提到这个美国的部分来讲确实非常紧张 那这有部分的州内华达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国民警卫队 对 甚至有这个屋顶有布局这个狙击手 那无人机做这个巡视的动作 所以确实紧张气氛很高 那这个也甚至在密西根的部分 也来讲选举部有安装这个防弹玻璃 那提到白宫附近的这个麦当劳的一个部分来讲 门窗都已经有做这个防护的动作 所以担心会有这个暴动现象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过往经验 在美国还算是相对理性 所以我觉得这几率来讲应该是不高 那我们就讲一下 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赌盘最近的状况 那应该说一直以来可以看到蓝色线 都是贺锦丽觉得会赢 但是前一段时间 川普的这个支持率 明显往上冲 贺锦丽往下 而且有蛮大的差距 但是没想到就在这一两周 又快速的收敛 目前来讲 几乎是接近五五波的格局 所以呢也有媒体 美国的媒体提到 这是六十年来最焦灼的大选 比较特别是第三个情境 就担心川普虽然败选 但不认输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结果难缠 因为刚刚提到目前支持率 如果接近 非常接近的情况下 这几个摇摆州 在计票的时候可能会有争议 那就可能导致最后产出有疑虑 所以第三个情境 大家就认为股市 尤其台股的一个部分 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压力 而压回 但我个人觉得这些情境都合理 但是过去经验都可以做参考 这是二零二零年当时的走势 那当时其实在选后的隔天 就可以确认拜登是这个胜选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但是后续来讲 当时的川普给的言论 就是他不认输 他认为计票有疑虑 很多很多的状况 但是你会发现股市 并没有他的言论而出现拉回 反而持续的这个震荡走高 一直到超过一个月之后 国会确认选举的结果 川普才承诺说这个时间点 他会这个有秩序的转移政权 那拜登就任后续来讲 不确定数消除股市来讲 就呈现多头 但是要提醒大家 时间也在上一次的大选 四年前 其实礼拜二总统大选 就像今天总统大选 每一次都是礼拜二 他真正的拜登的胜选 其实是接近礼拜六才确认 所以也拖了几千 所以照理讲 如果是非常顺利 正常都是明天中午左右 就会知道 但是美国大选跟台湾 很明显的不同 就是到底是不是能够确认 结果不代表明天中午一定会 所以这也是市场担忧的部分 所以这块来讲 我们就讲到川普 如果不认输 其实之前也没有因此而跌 另外一个就是假设 没有结果的情况 曾经也发生过 曾经也发生过 所以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都可以拿过去做借鏡 这是两千年的时候 当时是小布希胜选 那这个是总统大选的时间 一样就是这个十一月初的 这个礼拜二 那出来之后 经过了三十六天 选举结果才确认 三十六天 对当时 当时的这个讯息来讲 是隔天 就是隔天的中午 当时原本的新闻就提到 当时一样是媒体放出来新闻 就是小布希胜选 那对手马上打电话 恭喜他 就后来对一对发现 不对劲啊 中间计票有问题 波罗里达州的票有问题 所以马上又宣布说 没有 我们就是持续的这个不断的重新计票 所以经过了一个多月 而且在八年后 这整个事件 还翻 还拍成一部电影 告诉当时大家要多么 这个戏剧化 但是只要告诉大家 你会发现三十六天 最后他也顺利就任 但是股市来讲 也没有因为难产而崩盘 就是大涨大跌 然后这边混混混 这样子 长期来看 其实他就是一个区间 一直到总统确认就任之后 后续股市才慢慢有好转 所以我刚刚提到 如果真的难产 我个人会觉得股市 就如同这一两个礼拜 就是上也上不去 但是跌的时候就有人接 所以我觉得说 就目前的角度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整体只要经济面没有疑虑 政治的事件 如果有拉回 其实都是布局的机会 不要太过紧张 就像上个礼拜 台股留下一个六百点的下影线 对不对 刚刚提到 鸿海公布十月营收 那这个所谓的月增的部分来讲 接近一成 那年增也有九个percent 老实说 可能一般投资人 看到这个这个讯息觉得还好 好像不是很多的 好像没有双位数 对对对 感觉只有小掌而已 可是我觉得他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前几个月 真的表现很好 激期非常高 第二个问题 刚刚赵华一开始就有提到 其实电子产业慢慢即将进入淡季 而且之前还一个很大问题 你要有概念就是 他现在GB200开始要出货 可是在还没出货之前 他最大客户是苹果 之前大家唱 所以苹果iPhone很烂很烂很烂 他缴出来的这个营收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是蛮正向的 所以股价的一个部分来讲 目前我觉得他的股价并不是说 基本没有太大疑虑 是因为大选前美股台股都在观望 所以具有一定的压力 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后续来讲 只要这些不确定数消除大盘转强 我觉得他也是这个带动大盘 很重要的工程 还是有机会持续去挑战 所谓的历史的高档的一个位阶 那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鸿海 他有这个指数的背部指数的责任 所以他上不去 可是鸿佳军近期来讲 就有很多的个股明显的转强 那部分的个股来讲 其实获利层面也不错 本益比相对来讲也不高 股价的一个部分都有所转强 我觉得后续来讲 都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我觉得个股的一个部分 回过头来 我刚刚提到 只要获利面强 那将说宏家军的这个保护之下 那本益比相对比较低的个股而言 我觉得都可以持续关注 那其中刚刚提到负顶的部分 平地一升雷 长度半 对 我觉得他的这个族群来讲 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之前宏家军市场关注度也蛮低的 因为那导致呢 他横向整理蛮长的时间 才刚刚转强 严格来讲 我觉得宏家军跟鸿海 他会有一个变成是 他不是母鸡带小鸡 变得有点悄悄板效应 因为之前的鸿海太过吸睛 真的表现太好 会导致一个现象 就是鸿海长很多 宏家军都在休息 那目前的角度 现在变成鸿海在休息的时间点 宏家军有开始转强的状况 那我觉得建议大家 就是分散布局 当然还是要不争的事实 鸿海的基本面 确实是宏家军里面 目前最强的 所以持股 还是以鸿海为主軸 但宏家军的部分 可以分散布局 只要鸿海休息的时间点 那这个刚刚提到 本益比相对比较低基本面好的 宏家军 其实就会健康轮动 附庭这个族群MOSFI 也很久没有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年很寂寞的族群 对对 没错 那再来我们就讲到营收的状况 刚刚提到了 这个鸿海表现不错 另外目前这是已经公布的 这个营收量延估 那可以看到 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营收好出来之后 股价有没有反应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重点 那很多的个股呢 这些除了罗森是因为机器人 当然他营收也很亮也没错 其他呢 比如说重其同恨 其实都没有特别的题材 纯粹就是因为营收表现好 那股价随即出现大幅转强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 就代表着目前市场的氛围 是乐观的 对于后续的相关族群来讲 营收表现好 自然就能跟上 所以左边我们是讲 这个营收亮眼的公布的个股 在这边我们就是用猜的 用猜的 对 就告诉大家 用猜的 九月营收表现很好的 然后呢 认为过往十月营收 还会比九月往上持续墊高 我要先承认就是之前要来 做这个黑马股 之前相对都比较轻松 因为营收都在持续墊高 你要再找持续走高的 很多个股很容易挑 因为六七八九 对 六七八九 持续往上墊高 到十月之后 十月营收相对来 找到持续墊高的个股 真的相对来讲 压力比较大 因为从这个营收 整个租群都从高档 慢慢往下落 所以这些个股来讲 代表还是具有一定的利基 那好处的一个部分 就刚刚提到 九月营收都是原本表现非常亮眼 那十月过往经验来讲 最起码这四五年都是十月都是比九月高 这样的角度来看 我们挑几档 给大家看 这个是这个所连接器的湖联 我们对湖联很好 对 我必须这么讲 但他的体质是好的 股价也未接低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提到他 对为什么刚刚提到 为什么对他很好 常常提大家 所以就两个 因为确实基本面不错 但是如果他持续一直大涨 慢慢的大家就不太提 重点是他又一直在整理 又回来到 总觉得应该会有机会 这是近五年的营收走势 确实一年比一年高 这蓝色就是今年 然后上个月来讲 几乎就是历史高档 所以过往十月又比九月高 所以就是这样的角度来看 他很容易公布营收 又是创历史新高 如果今天他是正在这个走势 就是你创历史新高 也不代表一定有效果 但是如果这样整理 加上他的好处 开始横向量缩 量缩的时间点 慢慢大家不关注 如果营收表现亮眼 股价就有机会 做突破的动作 那再来我们看到富士达的部分 他也是一样 股价横向整理 他上个月营收 也是突然跳高 过往十月营收来讲 也都是走高 这样对比来讲 我觉得相对安全 加上他刚刚公布的 这个第三季的季报状况 那特色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二三二四的对比 两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 今年的前三季 都比去年前三季明显高 加上二四年 他又是持续的 不断的走高 而且过往经验 第四季又是获利的重心 所以代表的就是 他真的是基本面非常亮眼 而且可以期待 第四季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个股 如果一样问题 如果短线这个所谓的 乖利率已经涨很多很高了 可能风险高 目前角度横向整理 我觉得像这样黑马股 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 而且刚刚有发现一个现象 现在很多是整理很久 甚至是右下角的股票 突然就一根涨停板 对 好 不是那一种 好多族群是以前像那样 高高在上一直创新高的 现在态势有点不太一样 刚好是趁着这个近期市场观望 全职股在休息 很多中小型涨都不敢追 所以就会导致目前低位阶的 各股串出 好 请大家专心顾自己的公司 第三季季报和营收状况 对不对 好 这边非常谢谢民航经理